太好了 太好了 炸鸡老大 我们捡了一个贝利亚回来 让我看看 咦 还真是贝利亚呀 这个煤球不会死了吧 是你大爷 我就睡个觉 就被这几个垃圾给扛回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贝利亚老大 我们捡了一个小赛罗回来 让本大爷看看 咦 还真是小赛罗啊 不会死了吧 赛罗要气死了 你们才死了啦 正好帮你们一网打尽 小赛罗一拳一个 坏兽们被打得落花流水 这些蠢蛋居然把小赛罗 给搬回家里来了 怎么这么厉害呀 吓死宝宝了 老大 我们把他的丑照发出来 只要大家觉得丑 他就会失去光 我们就来烧 老师傅 不好了 你徒弟则塔不知道发了什么疯 在地球上到处搞破坏 你快去看看嘛 什么 这个半吊子肯定又疲养了 让我去好好教训他 说完 赛罗就跑向自己拉风的摩托车 加大油门找泽塔去了 赛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我心学的技能太厉害了 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人是我的对手了 我还要去毁灭光之国 泽塔 你这家伙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破坏地球 还袭击人类 你是谁 还想当我的师父 你有这个资格吗 泽塔 听我命令 赶紧用我心叫你的技能攻击赛罗 原来 泽塔是被这个外星怪兽控制了 收到命令的泽塔立刻对赛罗发起了攻击 赛罗瞬间就被弹飞了出去 泽塔这技能太强了 赛罗居然被徒弟打败了 赛罗加油啊 大王 我已经按您的吩咐打败了赛罗 接下来还有什么任务 请指示 干得好 你现在马上把奥特战士的丑照发出去 只要大家不给他们光 他们就会越来越虚弱 我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未来的路 就在脚下 不要悲伤 不要害怕 充满信心 期盼着明天 仔细看 半吊子泽塔 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前面突然一团七彩烟雾闪过 奥特曼都变成了实相 泽塔彻底傻眼了 什么情况 奥特之王 奥特之父 雷杰都 洛亚 天呐 你们怎么都被石坏了呀 你们别担心 我这就去找我师父 他肯定有办法的 师父 师父 出大事了 奥特曼前辈莫名其妙全都变成实相了 泽塔一下摩托车 就看到师父 师娘一家也变成了实相 我的天呐 连师父 师娘也都这样了 我该怎么办呢 这时赛罗居然说话了 泽塔 你赶紧去找托雷基亚 现在只有他的暗黑能量才能救大家 泽塔就驾驶摩托车找到了托雷基亚 泽塔见托雷基亚还在修炼 急得不行 赶紧上去说道 托雷基亚 你怎么还在修炼呀 出大事了 奥特前辈和师父 师娘一家都变成实相了 现在只有你的暗黑能量才能救他们 求救你了 托雷基亚 泽塔 不要急 我已经不是坏人了 我这就过去救他们 托雷基亚骑着他的飞船来到了带罗旁边 只见他用自己的能量帮助赛罗他们解除了实话 赛罗一家很快就变回了本来光明的样子 这时候小赛罗对着托雷基亚说道 托雷基亚叔叔 太谢谢你了 是你救了大家 我要给你拍很多帅照发出来 让大家都喜欢你 快乐是什么 快乐就是当你 快乐就是 这场不一样的赛车比赛 谁输了的就要举牌 跪下来说自己是猪头 本次比赛由我小迪嘉给大家解说 赛罗叔叔你可不能输呀 小伙伴们 支持赛罗叔叔胜利的抠三个大拇指 支持贝尼亚失败的打出三个大狗头 赛道两边站的是双方的拉拉队 他们分别是贝老黑一方的暗黑军团 和支持赛罗叔叔的正义奥特曼 小伙伴你是属于哪个方针呢 比赛马上开始 哎呀 贝尼亚居然抢跑了 什么情况 这家伙跑得快 结果怎么往石壁上撞啊 这时候的赛罗都超过他了 那么第一局赛罗获胜 被老黑一直都是我手下败将 这不是小意思吗 他想一下我在 还超两万年呢 比赛来到第二局 贝尼亚居然又抢跑 可是刚没跑出多远 就停在原地不动 原来是第一局的时候 车装在石头上给装坏了呀 赛罗又一次后来居上 最终赛罗和贝尼亚的比赛 以赛罗获胜结束 贝尼亚比赛输了 只得跪在路边举牌喊道 我是猪童 我是大猪童 我是猪童 我是猪童 我是大猪童 我是猪童 我是猪童 我是大猪童 接上集视频 散步的小袋拿 被小迪迦丢出的石头砸到后 就被拉来扛圆木训练 这还不算 小迪迦和小盖亚居然还站在上面 增加重量 即使这样 小拿子依然坚挺的站了起来 这时小迪迦把上面的足球 和小盖亚一起给踢飞了出去 小盖亚不愧为大地破坏者 落地好像地震一般 随着地面晃动 眼前生起来一个什么东西 小迪迦连忙跳下去查看 一个按键冒出地面 上面依然写着不要按下 随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小迪迦按下按键 远处飞来了一个飞碟 还从里面射出一束光 并且牙刷超人小斋亚丝降落在地面 爬起来就嗅起了街舞 突然一台电视从飞碟里面 把小斋亚丝给砸倒了 小迪迦在一旁 幸好 这时的小代拿想给电视换个节目 电视里居然是最近很火的爱如火 感觉这很适合小拿子呀 小代拿刚想学习一下 就被小迪迦给踹飞了 大哥居然换台到狂飙剧场 看得正得劲时小拿子又给换台了 这次居然是漂亮小姐姐 有谁认识这小姐姐是谁 我也要去看看 话音未落 大哥又是一脚飞踢 可怜的小拿子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这时候天空突然升起了三个太阳般的金球 难道这是到了三体世界 就在几兄弟争吵着大打出手抢电视时 非得上一个熟悉的身影转了过来 不使 AF 千万善之一 FIREWORC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